我们在前一集讲到了瓦鲁班战役的前奏曲 介绍了二战时期中国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一营的由来 还有为什么要挣钱换将 这一集老谈应该是要把我们推进到战场里面了 也就是打出装甲兵节的由来 对瓦鲁班战役它是发生在1944年3月3日到3月9日 它的最高潮是在3月8日 战车第一营第三点他们冒着日军的炮火 冲入瓦鲁班非常的惊心动魄 在打到傍晚的时候情势其实还是有点危急 战车第一营的营长赵振宇单继冲锋 他坐着坦克后面跟着一个步兵点 然后他们搭着第一营补给点的运补车进入了瓦鲁班 等于说赵振宇营长他在前面挡子弹 他又强硬的坚持晚上不撤离瓦鲁班 美军不然上校只好默认他的这项决定 第二天赵振华率领战车第一点 还有第二点也打入了瓦鲁班 保住了胜利的果实 在战争过程中难免会把部队写得比较英勇无敌 譬如说像单机冲锋 营长在第一线挡子弹 这是写在瓦鲁班那本书 战车第一营的营长自己写的吗 这个不是赵振宇自己写的 这个是战车第一营的补给连连长刘奎斗说的 老谭之前有讲到这个虎口事件 蒋伟国的回忆录上面写的说 瓦鲁班在意里面赵志华的功劳是最大的 可是这样听起来两边说法是有冲突的 对于这一段其实我以前也搞得不是很清楚 不过因为有看到局部赵志华 在新店军人建议里面所写的个人回忆录 所以我才看懂了一些 因为他里面有特别提到一段战斗 有一次初级 同车担任射击手的是补给连的连长刘奎斗 因为他也一直想要试试看 上战场 对 所以刘奎斗他跟赵志华同车 他们在渡河攻击的时候 一度面对日军猛烈的炮火 因为步兵没有办法占领河岸 最后赵志华命令战车脸退回到后方 事后刘奎斗下了车 很扫兴的说 本来想打他几炮 没想到找不到敌人 还挨了一顿炮弹 赵志华讲 这是一般人对战争的认知 以为好像是古代作战 两军约定在固定的时间地点 再进行一场决斗 其实一切都是隐藏的 事后每一次看到奎斗都引以为笑谈 可是这个是用命来换来的 只在是让他记忆犹新 所以他们两个等于是有生死与共的经验 战友们维系感情 最有交集的就是透过这种话题 是 我发现赵志华他跟刘奎斗的感情 似乎是特别的好 也特别的熟 他的回忆录里面提到的人民 有少数是不写信的 战车第一营补给连的连长刘奎斗 是其中之一 他是浙江大学的高材生 因为他既然是与赵志华这么的熟 所以我觉得用刘奎斗的角度 来看瓦鲁班战役 应该是最公允的 可是这样子 就会难免落入这个孤政的嫌疑 就像是我跟老谈 其实我们这样主持节目 或是共事以来 其实也蛮熟的 但其实也没有那么熟 因为老谈也没请过我吃任何一次的饭 在老专甲兵马骏儒 他编写的徐廷尧将军 收入了一篇刘奎斗的文章 他标题是缅北瓦鲁班血战中南万的几个片段回忆 这里面提到刘奎斗说 他与赵志华是多年的囚友兼战友 相交友如亲兄弟 所以我们在公开跟不公开的资料里面 都有相同的说法 这样子就比较有说服力 那赵志华的哥们 刘奎斗对赵正宇的描述 在3月8号傍晚坐在坦克车里面 单济冲锋 掩护后面的步兵连攻击 应该核心度很高 是 我个人是这么的认为 不过我也不知道对错 可是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这场战役的最后阶段这么样的精彩 那整个瓦鲁班战役的这个过程 老谈是要跟我们倒序 还是正序法去描述这个战场 这一段战史 其实对多数人而言 还是比较陌生一点 所以我们还是从头开始讲 从新一军开始说 因为在1943年的10月 中国驻印军尊敌人指挥的新38师 开始从缅北反攻 他们朝着福康河谷进军 占领了新平阳 1943年12月29日攻下了渔班 到了3月初 准备要与廖耀乡的新22师一起打 距离挖鲁班有12公里的梦观 由于丛林作战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会发生 那一心想要反攻缅甸的史迪威 可能不是很满意 新38师还有新22师 对于他们敌后迂回的速度 所以从印度空运过来 专门在进行丛林远程渗透任务的特战部队 5307支队 这又被称为梅瑞尔支队 要他们来执行切断日军第18师团的后方补给线 北军5307支队 预定在3月3日进入瓦鲁班地区 史迪威他就下定说 助影军对梦观要正式的实施攻击 战车第一营就在新编第22师66团 第一营的协同下 对巨守梦观的日军18师团开始进行与会 这样听起来这个行舰的速度非常快 老谭直接切到开塔第一天了 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上一集有提到说 史迪威接受布朗上校的建议 动用这个战车营 到了3月2号 美军布朗上校找了战车第一营的 营长赵正宇 还有副营长赵志华这些人 一起在地图上面观看 最后布朗与赵正宇 共同决定说 用新编第22师66团第一营 搭配战役营 进攻梦观 是 坦克作战本来就是讲究快速 所以我们就直接切到3月3日 战车第一营 在那天早上开始推进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顺利 因为丛林作战 前面有两辆钻甲推土机 在那边开到 再加上其他的各式的车辆 在后面跟着 所以248辆真是浩大 这跟我们之前讲到 这个蒋介石的坐车 差点都没有可用 对比实在是太大 其实是天壤之别 对 他们到了早上9点的时候 进入了梦观东南的南姆卡 这是一个平原 都是长满的比人 还要高的满草 日军为了要阻止 住印军的推进 所以纵火焚烧 那这个火呢 对于履带车其实还好 可是对于像车队里面的 轮车车辆呢 就会构成威胁 所以坐在车上的步兵 都下来灭火 那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顶着风在打火 都被熏了一把鼻涕一把链 这个明明你看起来 已经把火给扑灭了 可是没有多久又变成明火 后来才懂得 灭火要争取上风的位置 而且扑打的时候呢 还要用脚去踩踏 才不会死灰腹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战场上状况非常多 难怪我们只要有军事演习的时候 那个参谋部都会很喜欢 给这个部队出难题 像这种天候啊地形啊这些状况 譬如说泥宁啊 或是松软的这种图表 那接下来呢 到了中午12点30分 仙头部队抵达了南姆卡西北的一公里处 有一个地方叫做三马卡 那他们遭遇到日军强烈的炮火袭击 第九号战车 他要到地雷就受损 也有的是陷入的泥沟 没办法动弹 驻英军开始出现一些散亡 那这个时候呢 赵振宇他下定第二点 超约第一点进行迂回攻击 到了午后呢 赵振宇所有的车辆 全部都笼罩在日军的炮火打击下 那总计呢 沿途有17辆的战车受损停摆 那其他的补给车辆也有受伤的 那这个时候呢 赵振宇补给年的连长呢 刘奎董说 在下午3点哦 他看到油料组的谋成友班长 手拿冲锋枪 肩板背了两支步枪跑了过来 浑身是血的报告 他说他的车上 两位弟兄都已经震晚了 自己也受伤 现在要把枪交给连长 请另外派人来开车 枪是军人第二生命嘛 拼死都也要守住了 结果呢 刘灰斗讲 突然之间 这位班长倒了下来 他才看到左前胸呢 被炮弹打穿了一个大洞 弹片伸入到废战 就算神仙也难救 结果就死在他的怀中 如果不是靠着坚强的意志 是没办法跑50公尺 把枪交给刘奎斗 所以呢 他讲那一幕呢 他终身难忘 而这也是专甲兵的无上关容 战村镇是很残酷的哦 看起来 这边的日军的抵抗是十分的猛烈 对 因此呢 赵振宇他研判 这里的日军至少有迎击部队 那个时候日军的鞭子 相当于等于大队 还有十团炮兵在这边支援 到了晚间 战车第一营停止进攻 他们车队素营配置啊 就关系到晚上 是不是能够抵抗日军的逆袭 后来美军布兰山叫他同意 就是步兵连配合各战车点 各自朝外围地区疏散 而且是呈现原型 最外围是步兵 内围是M3A3 战车的肚子底下呢 还要挖一条长方形的壕沟 正副驾驶是在宫内警戒 射手还有车长 是在炮塔内 可以随时的开火 而且可以使用车上的探照灯 提供外围步兵照明的目标 步站协同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不役的期间 其实也都有稍微钻研 这个步站要如何配合 这都要上课的 这一夜呢 有两名美军呢 在大树下煮咖啡 就被炮火给打死了 那这我们上一集有提到 日军呢 在这天晚上的小规模的逆袭 虽然有人爬上了战车 还丢了烧鱼弹啊 可是并没有成功 那到了4日早上 美军的P-51战斗轰炸机呢 出现在梦关的上空 战车第一团也重新的出发 日军就开始收缩 到了5日 廖药香的22师第6团 突入的梦关市区